原鄉部落常因缺乏消防隊或消防車 水線無法不搭 讓火勢蔓延 像南投縣 仁愛鄉都大村 二零五年底民宅失火 桃園市復興區上巴林連結火警 各部落發生火警常會救災不易 有烏來區族人說 除了消防隊進駐部落外 更需要的是儲水系統才能加快滅火 而消防隊也說沒有檢疫儲水系統 救災的確不方便 一輛中型消防車配置三噸水量 到火在現場卻只能維持將近五分鐘 如果是消防隊俗稱的水庫車 可承載12公噸的水量 雖然可以增加滅火時間 但車輛太大很難再部落行徑 消防隊有一段的距離 所以說如果在那些聚落裡面 沒有設置檢疫的消防栓 或者儲水設備的話 原則上我們的消防車到那邊 水設完了也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但如何在部落設置檢疫儲水系統 烏來區公所表示 必須先評估水源是否充足 加上該地區哪裡適合儲水 則都需要專業消防人員現刊 目前多以配置滅火器 像是烏來區每隔離分配 兩三百支滅火器 放置在部落聚集點 及遠離部落兩處 不過能否設置檢疫儲水系統 區公所表示 會再跟消防隊討論 但族人說布羅漢季三區容易缺水 民生用水已經相當不足 根本無法用來撲滅火事 強烈建議政府應該建立消防 專用儲水設施 避免火警發生時 面臨無水可用的窘境 記得那麼論論新北市烏來採訪報導